我们看第28节修课 关于修课这一节我们看一下 病因与分类里面病因学是要熟悉的 血流动力学分类 血流动力学分类是要掌握的 对于病理生理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它的诊断熟悉它的治疗原则要掌握 就修课的治疗原则肯定是要掌握的 包括你去除病因 恢复有效血流循环 给调整组织的一个灌注状态 防止并发症等这些都是要掌握的 当然我们后面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修课 比如低血容量修课 我们要求掌握 你看基本上都掌握 对吧 低血容量修课 感染性修课也是要掌握 过敏修课也是要掌握 因为我们就提这三个修课 当然还有很多修课我们都不提了 我们只是在提这三个修课 只是在这里面修课这一章节里面 只有那个一个就在这 病理生理这部分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大纲要求的 其他除了掌握就熟悉 所以我们都按照你掌握来处理 尤其是那各个分的 比如说低血容量的 感染性的和过敏性修课 更是你需要掌握的 不管它的病因病生临床表现 还是诊断治疗 都是需要掌握 好我们看一下修课 给你修课给你一个定义 什么叫修课 修课就是机体遭受到了 遭到各种病因的侵袭以后 所引起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 组织灌注不足 细胞代谢异常和器官功能改变 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合症 什么叫修课 就是修课也是个结局 对吧 也是结局原因很多 不管什么原因 最终结局是你循环血量少了 循环血量少不足以维持 你组织灌注了 不过你细胞整个代谢出现问题了 各个器官发生改变了 这就是修课了 那就是修课了 所以不管哪种修课 最终结局肯定是血容量不足 所以不管是你感染性修课也好 你过敏修课也好 你是低血容量修课也好 最终你治疗上肯定是补充血容量 对吧 因为它结局就是血容量减少 由于血容量减少 组织就贯注的不好 贯注不好以后 你细胞也有问题了 你功能也有问题了 这一系列问题就该出现 对吧 所以你最重要重要是补充血容量 维持它足够的血压 对吧 这是修课 我们看病因学分类 病因学分类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咱们说病因修课 咱们前面刚刚说的 是各种原因 最终的结局是修课 那是什么原因呢 比较多呀 第一个低血容量修课 由于循环血容量在减少 使有效循环血容量就不足了 那比如说你失血了 你就像古代时代 动动的光机 给脖子来一下 为什么你会光机来一下 脖子就死掉啊 证明来一下来一下以后就不像 其实来一下 并不像古代那样 就这么拿到这么来一下 这血就从这流个痕迹 流个血痕 你就死了 那个那能死吧 对吧 不可能的事情 我记得在我上大一的时候 有一个一个女孩子 跟一个男孩子谈恋爱 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学 不像现在这个大学 相对开放 我们那时候是保守的 因为我上那个学校 这是按军队管理的 所以更加保守 男孩子就上学第一天 就会告诉你 男孩子女孩子 是不允许早恋的 不允许早恋 看见一个差一对 就这么说的 所以这时候发现 他们俩了 就开始批评教育 批评教育 这女孩子想不开 就自己跑宾馆里面去了 跑宾馆里去 然后他就割腕 因为大一嘛 他也没 就是刚开学 都没有学解剖呢 所以解剖知识太差 所以他找这个腕子 他也找不到动脉在哪 光机割了一下 静脉割破了 这血花化的 当然也流的比较多 其实这个血都已经流到 流到那个门口了 被人家老板娘发现了 发现了 才把他救了 结果他也没事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你要割个腕子 还割个静脉 血都流这么多 他还没死 你说你电视剧里 光机砍了一个脖子 留个这么口子 然后留点痕迹 血能死吗 那肯定就是 这艺术太虚假了 太虚假了 所以我们赶上过一个 颈动脉破了的 颈动脉破了 跟喷泉是一模一样的 一点也不夸张 真的 他就是其实这个病 也不像这个人吧 你说你该着 就是他就是说 下班了已经 下班了 他就想回去 他说有一个东西 就是电闸没有关 他想去关 他就一合这个电闸的时候 有个正好有一个铁的 他们工友学 就是有个铁东西 来过来就晃荡 可能是他们一个 操作的一个东西 来过来就晃荡 他也没在意 结果这一晃荡 也是个铁蟹的东西 特别快 特别快 正好就从脖子划了一下 就划了个这么个扣子 但是比较深的 他就划这了 结果这血 蹭掉地穿到房顶上去了 那房顶上 然后他赶紧捂住这个脖子 就往外跑 他这没跑到五步 光机都到那了 当时这血都开始 哐哐往外寸 他们家 而这个工友 按着这个脖子 就往医院跑 抱着他 其实离医院还挺近 但到医院也没抢救过来 因为动脉 它割断了 连着点还好的 割断了 动脉就开始往回缩 往回缩 这头往脑子里缩 这头往脖子里缩 所以就在急诊室 都到不了手术室 就在急诊室做手术 一个护士 建立了四个静脉通路 护士站在椅子上 哗哗往里挤这个血 就不是输了 就是时间往里挤 给它灌 然后底下接个盆 接个盆 这血的哗哗哗往外出 往外出 你都看着 这个场面真的是 让你终身难忘 最后它也死掉了 就是因为它严重的 这个血 哗哗在出 这种补 根本都赶不上它出的 问题是你这做手术 你根本把这都打开了 你根本找不到那个血管 你找到了光 就给加闭了 行了 你找不到 就已经缩到大里面去了 你就都给打开了 都没找着 因为都是血 哗哗哗哗在出 所以说你再给它 再给它往里灌 你还得要维持住 足够的血压 你还不能让它 把血压降得太低 所以手术难度特别大 特别大 所以这个病人 最终还是死了 还死了 就是它就低血容量了 你知道吗 你就低血容量了吗 是吧 你循环血量 干不住了吗 就是要低血容量休克 因为它没有什么基础病 对吧 所以就是因为血容量 在减少 使有效循环血量 就不足了 不足怎么办 肌体肯定就灌注不行了 灌注不足 就弥漫性的缺血缺氧 全身都缺血缺氧 是吧 病因学特征是什么 有效循环血量 就是不足 那就是要低血容量休克 那既然因为刚刚说的 你光机把这个拿一下 死了 就是因为低血容量了 低血容量是吧 严重的创伤 就低血容量 叫做创伤性休克 烧伤引起大量血浆往外渗 体液往外渗 也称为烧伤性休克 但它们结局都是什么 低血容量休克 低血容量休克 创伤性休克 就是你受外伤了 受外伤以后 你这块撞了骨盆骨折了 大腿骨折了 创伤吗 创伤 那它会引起失血 对吧 它引起失血 最终结局也是低血容量休克 对吧 烧伤是因为它 大量的液体往外渗 往外渗 液体往外渗 那维持不住你的血容量了 那你就也会引起休克 那就烧伤性休克 其实也是低血容量休克一种 对吧 所以呢 要知道分类 病因学分类 第一个就是低血容量休克 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组织灌注不足 全身缺血缺氧 引起的 第二呢 就感染性休克 顾名思义肯定是感染了 是病原体侵入了机体 引发的全身的感染 引起了血流动学问题 和全身代谢紊乱 导致器官灌注不足 组织缺血缺氧 那就是有感染所引起的 有严重的浓毒血症 浓毒血症你有明确的感染罩 不管是肺部感染 还是各脏器的一些浓肿啊等等 反正你得找到感染罩了 感染罩 然后呢 你再有明确的血流动静的问题 血流动静的问题 组织的缺血缺氧的一个问题 就叫感染性的休克 第三呢 心源性休克 心源性休克 因为心脏疾病本身 或者是因为机械原因造成的心脏 这个泵的功能差了 心泵功能损害了 而导致了全身组织器官的血流灌注不足 不能满足记忆需要 就是心源性休克 心脏 心脏本身应该心脏泵一下 这血光积到全身 你现在心脏都泵没很弱了 泵不了了 那心脏泵的问题吧 心脏泵的问题 它泵不了了 血液也有少 到全身的血液少 那全身血液供应的不足 那心源性休克 心源性休克 一般是大面积的心梗 大面积心梗患者 那心肌都坏死了 所以它这个肌肉 能跳的肌肉少了 能跳的能引起收缩的肌肉少了 所以心脏供血就有问题了 供血全身的血就有问题了 一个可能它在上面淤血 咱们在前面讲心衰咱们讲了 它可以造成你上游的淤血 而引起淤血的问题 比如说心衰 那也可以造成下游缺血的问题 造成缺血的问题 那就是心源性休克 上面淤血淤着 下面缺着 就因为你这个泵 由你这个泵来调整 你这个泵坏了 坏了 就像咱们刚刚说的 你开闸放水 你本来想开闸放水 你这个闸坏了 所以上面就淤血了 下面就缺血了 下面的河苗都干死了 你也灌不到水 你上面的就是发水了 发水了灌溉 都把这个农田都淹了 因为这就是上面雨血 可以引起心衰 下面缺血引起心源休克 那心源休克 第四呢 过敏性休克 是有明确的接触 过敏源的病史 有的人闻到花粉 青霉素会过敏吧 闻到这些 有过敏源的这个东西 抗原物质产生 极性的抗原抗体反应 也就是变态反应 那呼吸啊 循环的衰竭 极性衰竭 叫过敏性休克 有的人非常敏感 有的人对青霉素 非常敏感 因为当中青霉素做皮试 有的人对这个皮试 因为皮试就你看 就这么一点点 一毫手就休克的就有 有的是闻到这个青霉素 因为青霉素是粉剂嘛 粉剂它就需要把那个 就是瓶子盖给开开 往里面观 有的护士对青霉素敏感的 敏感的就是你这个粉剂 它肯定会有一定的 就是气溶胶 喷出来 青霉素是有味的 是吧 有味的 闻到这个味 有的人都敏感 就会休克 也有这样的 我们都赶上过 赶上过 有的是 吃我们赶上最多的 是吃头包的 吃头包喝酒的 喝酒的 我们赶上过一个男的 吃头包以后 喝酒 喝酒以后就休克 就休克 休克以后就赶紧抢救 抢救了好 其实抢救 两三天就休克就缓解了 缓解了 那也就是营业 对身体打击也是很大的 是吧 很大的 都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引起我们重视 第五个呢 是神经原性休克 是由于神经的损伤 或者麻痹 而使得你的 这个神经支配区的 这个血管有问题了 血管是以神经控制的 所以才导致血管阻力降低 和血管舒张 就舒缩 舒张 这个能力 再有问题 导致心输出量降低 低血压 所以神经原性休克 它最终结局 也是你的心舒适量降低 你的循环血量不足 对吧 循环血量不足 所以哪一个休克 最终结局 咱们在前面讲了 最终结局 都是你的有效 循环血量不足 当然神经原性也是 那神经是神经损伤了 所以你到你支配的 就神经支配 这块区域 这块血管就有问题了 因为神经和血管 基本上都是并性的 以血管给神经提供营养 神经给血管提供支配 支配是吧 这是相辅相成的 你如果你神经就有问题了 那当你对于血管的约束 就没有了 对吧 对于血管的约束就没有 这血管呢 你是疏张 你还是收缩 那这时候你发现呢 无所谓了 人没人管你了 对吧 你就会出现的吗 你没人管你的 无政府状态 是很麻烦的 对吧 很麻烦 所以它就处于这种状态 所以心束量就会下跌 它就开始无序的一个束张 它一束张的话 都在淤在那个下 就是说你的周围 你回心血量就会少 回心血量少 然后心束量就会少 心束量少 血压就会低 血容量就不足 各脏器开始缺血血氧 出现问题 那就叫神经元性修课 对吧 神经元性修课 所以呢 按病因分来 有低血容量修课 感染性修课 心元修课 过敏性修课 和神经元性修课 分类要掌握 分类要掌握的 这要知道病因学分类 咱们大纲要求熟悉 我要给大家掌握一下 那人会问你 下来属于修课的 病因学分类的是 那会给你添加一个其他的 你看你就得会了 就是低血容量 感染心元修课 过敏性修课 和神经元性修课 那第二个呢 就是按照血流动力学分类 包括低血容量修课 心元修课 分布性修课 就血管疏缩调解异常 血管疏缩调解异常 咱们看一下 那包括呢 感染性修课 神经元性修课 药物性修课 梗阻性修课呢 它呢 主要血流通路受阻 肺动脉拴塞 心胞压塞 心脉膜狭窄 腔静脉梗梗阻 等等 也会引起修课 也会引起修课 所以这些就是 修课是不同的 不同的是吧 那如果是心脏 看血管疏缩 疏缩功能 有问题了 咱们刚刚说的 神经元性的 神经是 神经跟血管并行 神经有问题了 那对血管约束有问题了 那血管疏缩功能有问题 那肯定属于血管 调解问题了 对吧 包括感染修课 也是一样 那梗阻性修课呢 是因为倒堵入了 你回不去了 那肺动脉 会引起修课吧 会引起修课 是因为肺动脉 整个被堵入了 它回不去 新半膜狭窄 也是心脏想 这个血想往 这个就心房的血 想往心室去 或者心室去 想往动脉里去 去蹦 去蹦 但是呢 你半膜太窄 你回不了那么多血 回不了那么多血 那没有那么多血 那血就会少 少的话就引起 血流洞穴问题 就会引起修课 对吧 就像主动脉瓣狭窄 主动脉瓣狭窄 是因为你左心时 本来想这个一收缩 这个血呢 光机都到主动脉了 现在你一收缩 这主动脉口特别窄 你没有多少血 往主动脉打 往主动脉打 那如果这个血 不足以维持 你足够的血压 维持你足够的 组织的一个需要的话 就会引起修课 那就引起修课 是吧 这是血流洞的血的 问题的分类 大体知道一下就行 主要你记得是前面 这个应该是病因学分类 是你要掌握的 掌握的 我们看病理生理 就是要求我们了解那种 了解那种 那么看一下 病理生理改变的基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病理生理改变基础 第一个呢 就循环血量少 循环血量少 导致组织灌流就少 导致组织灌流少 那组织的这个养供和养虚 不平衡了 就是失去了平衡 失去了平衡 那怎么办 那怎么 那出现问题呗 对吧 就是咱们 由于你各种原因 因为休克嘛 各种原因 最终结局是你的 有效循环血量少了 有效循环血量少了 那循环少了以后呢 那它带着这个血里面 带着的什么 带着这个血纹蛋白 带着氧就少 就少 那它因为本身 本身叫主动脉里面血少 主动脉的 它是供用全身的 那它可以分支 很多血管供用全身 那原来我有一百毫升的血 我给你分五只血管 一只二十毫升得了 是吧 那现在我只有五十毫升的血 那我也得分这五只血管 每只血管给你十毫升 那原来二十现在十 以下的组织灌注都不足 对吧 组织灌注不足 那本来就你 本来里面有 应该有血纹蛋白 有氧 那现在我都不足了 那肯定血纹蛋白 氧也都少 那我跟你再交换 我再费力气 本来十个都给你交换了 有啥用啊 那你二十个的时候 我不用费力气 我跟你交换十五个 我还也是 剩五个 那还交换十五个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氧供氧需 就出现失衡 那最终结局呢 血流动学问题 最终结局 休克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微循环的变化 微循环 第一个呢 是缺血缺氧期 也就是早期 就缺人变化啊 第一个呢 缺血缺氧期 早期 第二呢 是淤血缺氧期 休克期 第三呢 是微循环衰竭期 就时代常期 时代常期 有休克 有早期 有休克期 和时代常期 也就是缺血缺氧期 淤血缺氧期 和微循环衰竭期 首先我们看一下 缺血缺氧期 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时候呢 小动脉 小静脉 微动脉 后微动脉 等等这些 包括毛衣血管 这些 就有阔血基 这些小血管 全部什么 处于收缩状态 因为缺血缺氧 它的反应就是先收缩 先收缩什么 保护自己 保护血管 保护血管 它先收缩 使这个血呢 足够维持 维持中的血压 维持血压 是吧 所以呢 它明显收缩 微循环血流 血呢 那血流只出不进 只出不进 不能让你再 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 只能出 不能进了 太窄了 你进不去了 进不去了 只能往外流 进不去 所以呢 缺血缺氧早期 也就是早期 休克早期 它呢 你可以看到的 它可能这时候呢 你的血压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的脉压差 就开始缩小 因为这时候呢 不管是小动脉也好 微动脉也好 后微动脉 就包括所有的小血管 都是收缩状态 收缩状态 这个要明白 收缩状态 血微循环 只出不进了 到第二个的 淤血缺氧气 就到了休克期了 这时候 因为你总是收缩状态 只出不进了 只出 只出不进了 这时候血的总在这里面 呆着 呆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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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着慢了 血流都开始慢 微静脉端的血流慢 慢了以后呢 红细胞就开始聚集 白细胞就开始滚动 就开始粘腹 血小半夜开始聚集 粘稠度开始增加 这时候呢 就开始发生一系列改变了 毛细血管的后阻力 大于前阻力 使毛细血管净水压 开始增高 微循环 内的血流 只进不出了 不出了啊 就是到了后面 开始就是 因为你总在 淤血缺氧气 是因为你血开始 都收缩了 血的开始流的慢了 开始流的慢了 就微静脉里的血 就开始慢 静脉血的慢呢 这个红细胞开始 慢了嘛 开始聚集 血下半夜开始聚集 白细胞开始贴伏在 这个壁上 因为它们都聚集 都粘腹 都血粘度就开始增高 毛细血管 这个时候 血粘度一增高 血管的怎么 阻力就快大 尤其是后阻力 后阻力大 前阻力小 后阻力大 使得这边血管 压力就会高 什么压 净水压就会高 净水压一高 这时候开始 血就开始往前走 叫什么 只进不出了 只进不出 只能允许你往里进 出是出不去了 这时候 也是七十几 你就进入休克期了 就是为了保存你的 足够的血液 就是给组织的 供应的足够血液 那到第三期呢 就是微循环的衰竭期 到了微循环衰竭期 就是时代长期了 开始都是代长期 就是能够 勉强维持你的血压 对吧 勉强维持你的血压 这时候你的慢压差 就开始缩小 你的整个就是 心率开始上升 开始到了一个 大长期 到了施大长期 这就发生什么 弥散性血管的凝血 因为雪都慢了 都在里面呆着呢 但你就会激活 你的一个显存系统 然后显存系统 DIC7都开始出现了 或者重要功能 重要功能 就是脏气功能 都开始出现问题 多脏气功能衰竭 就会发生 微循环的血流 不进也不出了 血也流不动了 也没有那个动力了 没有那个动力了 因为血就只能淤在那了 DIC就开始发生 所以呢 缺血缺氧期 你要记住 缺血缺氧期 早期 这个微循环呢 是只出不进的 到了淤血缺氧期 这时候微循环呢 是只进不出的 到了微循环障碍期 就是它的 施大量期 这个微循环呢 是血流呢 是不进不出的 这些要知道 什么情况下 谁是只进不出 什么情况下 只出不进 什么情况下 是不出不进 不出不进 要知道它的变化 尽管病例生理呢 咱们是要求的是 了解那种 但是这三期 我还希望大家掌握 这三期我还要掌握 第一期 血管是收缩的 微循环呢 只出不进 那淤血缺氧期 第二期 这时候呢 就是你血流慢了 血流慢了 这时候都不收缩了 就开始扩张 要解后循环 后阻力 大于前阻力 进出压升高 毛细血果 这个微循环呢 是只进不出 到了时代长期 微循环不进不出 出现DIC DIC 我们看第三个 代谢的变化 代谢的变化 就是在病理生理当中 代谢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第一个 蛋白质 蛋白质 蛋白质会发生分解 糖一升会增加 骨骼肌也好 你的肝糖原也好 开始迅速的分解 分解开始加速 无氧代谢增加 乳酸产生增加 肝脏和对乳酸 它的代谢障碍 出现一些问题 结果乳酸就开始堆积 导致代谢性酸中毒 休克 结局 为什么你看都是带酸呢 就是因为 你的大量的糖 开始移生 你大量蛋白质 开始分解 你的肝糖原 你的肌糖原 开始分解 分解 这时候它的分解 是一种无氧效解 无氧效解 会产生乳酸 乳酸就开始堆积 乳酸堆积多了 乳酸毕竟是酸嘛 结局 又会出现酸中毒 酸中毒 所以休克 为什么要用碳酸清纳 为什么要用碳酸清纳 猝死病人 就是死 死亡的病人 就是心脏已经 那个骤停的病人 咱们要抢救 你会用 用这个 一些碳酸清纳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也是无氧效解了 无氧效解的话 就乳酸堆积 就会有酸中毒 酸中毒呢 就会加速 机体的其他问题 引起恶性循环 第二呢 因为组织缺血缺氧 能量供应不足 代谢产物堆积 都引起什么 细胞膜本身的问题 引起细胞膜 离子泵功能障碍 导致呢 细胞的严重损伤和死亡 导致细胞的严重 损伤和死亡 就出现一系列问题 所以这个 蛋白质分解 异常 糖益积增加 是你代谢变化之一 第二呢 组织 因为那时候 分解异常 组织缺血缺氧 代谢合成问题 代谢产物的堆积 引起细胞膜 泵功能问题 细胞膜 泵功能 因为要知道 咱们细胞膜 内外离子 是不一样的 这个泵呢 本身呢 就是有个 纳甲泵啊 纳青泵啊 是吧 这些就为了 维持你电解质 维持你内环境的稳定 当你这个泵功能 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细胞什么 就会死亡了 细胞就会死亡 你维持不住 你这个整个的 一个能量代谢了 你细胞就会死亡 每一个细胞是死亡 你组织就会 你这个脏气 就会有问题了 脏气就会有问题 这些就代谢变化 我们也大体要指导一下 我们看第四个 对于主要器官的影响 第一个是心脏 心脏是由于 你的有效循环 血容量不足 导致你胶管神经 兴奋性会增加 心率就会增快 心肌收缩率就会增强 就是为了让你心肌收缩率 增强让心输出量多的 如果修客继续进展 你灌脉血流继续不足 心肌就会抑制了 心肌就会缺血 梗死 你心肌收缩率就会减低了 减低了这些心脏 心脏开始在修客早期 修客早期是 循环血容量不足以后 你提到这个 你心脏有这个指令以后 循环血量不足了 你只有胶管神经开始兴奋 胶管神经兴奋的 对心率是快的 让你光光光快跳 心脏跳得快 心肌收缩率增加 就是目的 心肌收缩率增加 那血就会多 血会多 血一多了 那就为了缓解 你的循环血量不足的 循环血量不足的 增加你心输出量 是你循环血量赶紧 如果能改善都改善 因为它毕竟是个代偿 如果这时候 你能够有效的控制修客 积极补充液体量 让你这个心肌 它跳起来以后 迅速过到全身 你都有可能会好 但如果这时候 你任由修客再发展下去 那就修客继续发展 那血流量 它总归心脏 这个跳起来 是有限度的 对吧 现在呢 血流量继续不足 冠外血流量还是不足 那就心肌就会缺血 那咱们看第二个 就是肺 肺呢 肺泡无效枪通气量 再增加 增加 气体交换是有受损 导致严重的低氧血症 和二氧化碳堆积 因为你修客状态了 修客状态 你的呼吸循环 是受损伤的 不是受到损伤 受到损伤是吧 这时候你开始呢 可能通气 你的通气开始 开始开始出现增加 但是你的无效枪气量 再增加 不是说你有效 是无效 就是你有功能的这个肺泡 有功能的这个气管 开始减少 再增加 再减少 无功能的再增加 就是你喘气 有气无力的开始喘 开始喘是吧 所以无效枪越来越多 无效枪多的话不好是吧 你吸进这个450毫升气体 你原则上应该 比如你应该有 300毫升气体 进行有效的 有效的交换 你现在吸了450 当然你可能吸不了450了 你比如就吸了450 那可能就有200毫升在交换 那些200毫升都是 250毫升都是一个无效枪 那这样的话 你怎么 气体交换有问题了 气体交换越有问题 养就会越少 对吧 养越少 怎么 你养 养少的跟组织的养就会少啊 给组织的养 给血管的养就少 但是呢 你二氧化碳你排不出去啊 你往外排的话 也是也是通过这250毫升再加一点 所以二氧化碳越堆越多 所以养少 二氧化碳都堆积 导致肺毛衣血管通透性会明显增加 肺部水肿会增加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生成也减少 那你就维持这个肺泡 肺泡的张力就会少 对吧 肺泡这个张力就会少 那最终肺泡就违线 引起ARDS 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症就会发生 就会发生啊 所以修克病人很容易发生ARDS 就是因为肺总是首当其中被损伤的 因为肺你是无时无刻不在呼吸的 对吧 所以你总是在损伤 你损伤它就引起ARDS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的通气量在减少 你的无效枪气量在增加 你的二氧化碳在堆积 毛细血管 肺部的毛细血管的这个通透性在增加 吹水肿在增加 就是肩脂水肿在增加 你的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在减少 肺泡违线度就会增加 肺泡都违线了 那你怎么办 喘气更困难了 就引起ARDS 呼吸菌 有发生了 发生 那么看第三个就是肾 肾的损伤是因为有效循环血量减少 由肾脏血流量也在减少 对吧 肾脏血流量减少 肾小油滤过滤就会有问题 肾小油滤过滤就会降低 全固酮和抗力量激素分泌呢 就会增加 就会增加是吧 就会使你的水钠赶紧重吸收 水钠就会储流 尿量会进一步减少 那这个本身是机体一种保护 原则上是一种保护对吧 保护就是让你看全固酮激素 全固酮增加 那会激活胜出缺而紧张 全固酮系统 导致血压的一个维持 抗力量激素呢 分泌增加呢 是你尿量在减少 是你水钠珠瘤也是为了维持你的循环水容量的 那就是机体一种保护 但长时间的肾血流不足 那就会引起什么 引起的肾小管就坏死了 因为它缺血了 缺血就会坏死 坏死什么 肾衰就会发生 肾衰就会发生 就会发生不可逆的肾功能衰竭 开始的话 你是肾缺血会是机体的一种保护 机体会采取保护措施 是你激素分泌出现问题 水钠 珠瘤 尿量减少 因为本身血容量就少 尿量再小一点 这样还维持住你的血容量 别让尿量再多 哗哗再流出去 就麻烦了 对吧 第四是脑 随着脑血流的降低 脑功能可以呈进行性损害 因为脑部对缺血缺氧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敏感 所以脑功能缺血了 它的整个功能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 最终是由于脑细胞缺血 导致乳酸增加 大量的水钠进脑子里引起脑水肿 细胞膜 咱们在前面讲过 细胞膜也会由于这个细胞膜这样的 泵的功能的问题而出现细胞 坏死 不可逆的脑损害 不可逆脑损害 所以修客病人一旦发生脑损害了 发生就昏迷了 昏迷了 那你就是如果你要抢救完修客 它昏迷的程度 昏迷的情况的话 脑功能也会受到不肯定的损害 也会发生问题 轻的的话可能记忆的问题 那种子的话可能就其他问题了 其他问题可能就是植物状态了 那可能醒不来了 醒不来了 所以这脑子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发生血容量的问题 就是低血容量的修客问题 对脑子损伤就很大 可是病人就会昏迷 咱们看修客病人很多 修客病人就不能甚至一般的不清楚 对吧 一般的不清楚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脑子贯注不足了 脑子缺血缺氧了 脑部缺氧了以后 缺血了以后脑细胞水肿 那因为水肿 乳酸堆积脑细胞水肿 就是净起细胞膜的问题 细胞的脑细胞的坏死 那就不肯定损伤了 对吧 不肯定损伤了 第五 那咱们看胃肠道 同样是有效循环血量不足 阻值压降低 那这时候我们看 保证重要脏气功能贯注 那你什么呢 你的胃肠道皮肤 骨骼肌的血管 就会发生什么 收缩 收缩 他们说嘛 你会保证心脑 甚至重要脏气 你就把那些小脏气牺牲了 那胃肠道 你就会把它牺牲了 所以胃肠牺牲呢 胃肠道呢 就会出现硬极性溃疡 因为它收缩嘛 强烈收缩 缺血缺氧 缺血缺氧怎么办 损害了黏膜 黏膜撕裂了 那就会出现缺血性溃疡 就会溃疡 出血就出现硬极性溃疡而发生 出血 呕吐咖啡氧物或者黑变 就会发生了 就会胃肠道 就刚刚说的 血容量不足 组织就会 就机体就会重新分配 分配就仅有的这点血 它就会重新分配 就为了保证你 重要脏气的一个功能 重要脏气功能了 那你其实就血就这么一点 是吧 你本来就是一个 因为五五分成的 是吧 你有五个脏气 你一人 一共一百毫升血 一人二十毫升 你现在是五十毫升 一人十毫升 你还不行 你为了保证 他们一人二十毫升 还不够分的 你因为保证一人 第三个脏气 一人十五毫升 一人十五毫升 那你那两个脏气 那你两个只能分五毫升 一人二点五毫升 那血的明显 比原来那二十毫升 少得多 少得多 那就怎么办 那它都会收缩 血管就会收缩 就为了维持住这点血 那一收缩 缺血缺氧 缺血缺氧 是吧 就撕裂 撕裂破裂 出现应激性亏氧 那对 那肝脏 肝脏同样也是血流量在减少 肝脏的血流量也在减少 肝血流量减少 会引起什么 会引起肝细胞的缺血缺氧 那缺氧 是吧 导致肝脏代谢功能 或者紊乱 或者紊乱 出现血糖的问题 应激性血糖升高 对吧 晚期呢 出现低血糖和代谢性酸中毒 因为它的肝脏的代谢功能 出现问题了 肝脏代谢功能 出现问题的话 那就会引起一系列的代谢疾病 就是血糖的问题 蛋白的问题 这些转炎的问题 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了 所以到后期 就是休克的病人 肝肾功能也好 都会发生异常 就是因为 你在休克期的时候 开始是机体这种保护 到后面 你会牺牲这些小荡器的时候 你会发生肝脏 由于缺血 你细胞维持不住 你细胞 就你不给人家 你不给人家 就是说吃饭 你还让人家干活 对吧 那你谁给你干呢 他也都不干活了 那不干活的话 你就更少了 你仅有一点血 你可能没有了 对吧 那导致最终呢 细胞就会坏死 就会反正不肯定损伤了 然后我们看休克 就这对重要脏器的影响 心肺脑肾肝胃肠 这些影响 每一个影响都不一样 我们这个大体的 都要记一下 对吧 尽管咱们刚刚说 病理生理可能是 就是你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了解内容 但我们还需要 有一些小考点 这点就在这里 我们要掌握一下 知道一下 第二 第三款诊断 诊断标准 首先呢 第一个有诱发羞克的原因 比如就像说 你光机拿菜刀切一下 切一下 那你就断了花花流血 那你肯定就是原因吧 然后记得在小时候 有一个病 也不要病人了 有一个就是家庭主妇 跟人吵架 跟丈夫吵架 他说不活了 我要我要自杀 那自杀 他拿了菜刀 我光机从这儿 拉了一刀 这儿拉了一刀 根本跟这两边 动脉一点关系没有 光机拉了一刀 自己给自己做了 气管切开 啥事没有 啥事没有 因为出气更痛快了 更痛快了 是吧 所以这个都不对 都不对 就是解剖 没普及好 是吧 当然说 咱们说个笑话 就是这一事 就是你得有休克的原因 就原因 不管你骨折了 光光出血了 是吧 这些都是原因的 包括心衰了 是吧 心圆休克了 都是原因 收作价低于90 你平均顿脉小于60 脉压差小于30 你的一个心脏指数 小于2.1 周围循环衰竭的正向 比如毛绿血管 充血时间大约了3秒 中心温度比正指温 中心温的指温 之间温差大于3度 四肢湿冷 四肢湿冷 尿量小于每小时25毫升 或者是每公斤 体重每小时小于0.5毫升 乳酸 血乳酸大于 每升3毫模每升 这些就是你看 1加2到7 任意两项 就是第一 你肯定要有 引起休克的原因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你必须得 找到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然后呢 你才可能血压下降了 可能血压下降 血压在9060以下了 那个下 再加上呢 你的心脏指数 小于2.1 这个就你可以诊断 修克 就是2到7里面的 任意两项 这样你任意组合 任意搭配 血压下降了 引起四肢 四肢湿冷 毛衣血管的充盈时间 大于3秒 这些都可以诊断 所以诊断标准 是需要我们掌握的 诊断标准 是需要我们掌握的 怎么样去诊断 一个修克 咱们可没说 你是必须是个 低月积血人 必须是个感染 这是诊断修克的 看到这个真相 血压下来了 中心静脉压 有什么问题 心脏指数有什么问题 应该说是你的尿量 有什么问题 一个乳酸在多少 乳酸在多少 因为乳酸是可以测的 对吧 可以测的 包括你的毛细血管问题 和你的温度 中心的温度和你指温 这些都是可以测的 测的温度 咱们去测量一下 看它的到底有多少 能发现有问题 符合修克的诊断 那你就可以诊断修克了 那么看治疗原则 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 对吧 一个修克的治疗原则 第一个就是 积极治疗原发病 积极治疗原发病 咱们刚才前面讲了 你心原性修克也好 你神经原性的 包括你过敏性修克 低血容量修克等等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那都是原因的 过敏性修克 是你接触过敏原了 你别接触它了 你别再接触它了 你用于抗过敏的 可能你就去除病因了 你可能就好了 你可能好了 你这个血容量不足了 是低血容量的 烧伤的 大量液体在渗 你说你别烧伤了 这个咱们可能 这是一个预防 是吧 但是你可补充血容量 夸夸补充血容量 本身也是对 消伤的一种补充 对液体的补充 对消伤的治疗 那这也可以 但消伤后面 还会有感染修克 是吧 可能也会引起 大面的感染修克 那你就积极地 抗感染治疗 去除 比如说有浓肿 那把浓肿手术给切除 这都是可以的 或者引流 是吧 第二呢 恢复有效循环 血容量 维持住的循环 稳定和组织贯注 那这个也非常关键 一般的话是 先救命 那血压的 夸夸的箱呢 就你都找不着了 甚至也不清楚了 那这这时候 你就你还找原因 你说赶紧去查一下 什么原因 引起的这个情 这个这个休克呀 你先救命 所以你先维持血容量 是吧 适当的输液 适当补液 补充体液 迅速恢复 有效循环血量 同时呢 要改善心肺功能 增加养供 调整血管张力 维持适当的组织贯注 同时要纠正微循环障碍 增加阻止的养供和养耗量 养耗量是吧 这就是你的 赶紧给恢复血容量的一个治疗 就恢复血容量 刻不容缓 赶紧给它补液 先经后焦 先养后糖 赶紧给它补液 补液 然后赶紧把这液体 就是血管血量 迅速的恢复 迅速恢复 使你的心肺功能迅速的 就是应该是好软 赶紧吸氧 吸氧 然后维持循环 循环血量量 然后维持组织贯注 改善微循环障碍 这是你要做的 注意局部的保温 是吧 因为它会吃些 四肢末梢的一个湿冷 注意局部的保温 这都很重要 是吧 第三呢 调整组织器官的代谢状态 纠正酸碱平衡 因为它会最终会导致酸中毒 因为它是一个无氧消解了 是吧 无氧消解最终乳酸 肯定要酸中毒 要积极纠正酸中毒 哪个器官 因为它咱们刚才讲的 心肺肾肝肝胃肠 这些 包括脑子 这些器官都会受到 由于修和造成损害 对吧 由于修和造成损害 造成这些功能的 一些器官功能的问题 那我们就给它去 进行纠正 进行继续的纠正 纠正 同时呢 防止器官再进一步的损害 进一步损害 那就是你要 就开始的治疗就很关键了 对吧 一个是你一下子 不要一下子 你至少应该 在抗修科的时候 你应该摸清楚 这个修科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修科原因是什么 你去摸清楚了以后 然后你在 抗修科的同时 去找病因 去抗病因治疗 抗病因治疗 所以我就 一般的话 我们是修科病人 一般是至少两组业路 一组你补业 维持住你的血容量 维持血容量 维持你有效灌注压 对吧 第二个呢 病因 你是感染性修科 那我抗感染 给你高档的抗生素 抗感染 那我可能感染灶 我还一直没发现 但是邦记血相倍高 血相就一万八 两万 CRP一百二百 这肯定是感染的 先抗感染 这边抗感染 这边补业 那我感染灶 我再找 再找什么肺部的呀 什么这些消化道啊 密尿道啊 什么这些皮肤啊 那我现在再找 再找 这些就是你的 一个情况 如果病人神志不清楚了 你要去及时吸氧 去及时的进行调整 那就是你的 一个治疗整理 治疗原则 就是修科的病人 肯定是你要 争分夺秒的 去挽救生命 去挽救生命 去让他就是 就是防止器官的 再进一步的损伤 好我们看 低血容量修科 第一个修科 低血容量修科 所以从这些 不同的修科 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 对吧 都是需要我们掌握内容 首先看一下 低血容量修科 低血容量修科 首先看一下病因 什么原因会引起低血容量修科呢 主要是循环 循环容量的丢失 循环容量的丢失 什么循环 呕吐的 腐泻的 对吧 丢失吧 包括你的一个大量的出汗的 出血的 过度利尿的 那样都是 外源性丢失 那明显能够看得到 就哗哗的吐血 哗哗的呕吐 拉肚子或者变血 这些包括你利尿 你要哗哗的出 这些你明显能够看得到 那明显能够外源性的丢失 你能看到 那后面的内源性丢失呢 就是内出血了 就是肚子里有血 就出血 但是外头你根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就没有它表现出来的 是吧 包括肚子里浮水的 肚子里浮水的 以及急性一线炎的 急性一线炎 急性重症一线炎 是吧 一般都是 它会释放很多血管活性物质 导致血管的一个收缩 导致阻止贯重不足 会引起血容量修科 急血容量修科 把我抚膜炎的 是吧 这些都是内源性的 你可能 因为这个液体都 你看都渗透到第三间隙了 所以你根本都看不到出血 看不到出血 看不到它液体的丢失 你这肚子有水 肚子有浮水 但浮水的移动性 主要是阳性的 肚子背骨 像蛙状腹 你肯定能看到 看到是吧 但是这的确属于内源性 就是你在外面 你肯定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包括内出血 我记得我原来可能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原来我们 我们另一个科室 消化内科的是吧 他就出过一件事情 就这个病人呢 是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 也是因为消化的出血 就呕吐 咖啡药物 变黑变 到别的医院去治的 人治完了以后 就是平稳了 平稳了 就大变成黄色的 前血是阴性 呕吐物呢 也不再呕吐了 也不再呕吐了 就到这来维持治疗来了 维持疗 就像人家的时候 输几天夜是吧 病人不要了 他输几天夜在这儿 他输几天夜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结果有一天晚上 这个病人 就是因为一直都进食水嘛 后来呢 改成一个流食 可以喝点米汤了 米汤了 但有时候 但那时候大变 他也是黄色的 也是黄色的 又有一天 这个家属的老伴来了 看着他呢 不是很精神 不是很精神 但审治清楚 问他还行 他就是有点法力 有点喘 有点喘 然后就找医生 医生来了以后呢 就是考虑他那时候 这个心衰 心衰就按心衰去治 又给他什么什么 什么利尿剂啊 什么这些 但是那时候监护 心率都快 血压都快地往下 血压都已经就比较低了 血压都比较低了 心率也比较快 他们认为是心衰 看心衰治 但是这个老头 一点也没有讲好 还是在喘 还是在喘 然后又问呢 有没有呕吐 他没有呕吐 大变呢 他说刚刚大变的 还是黄色的 还是黄色的 其实医生可能也注意到 他是不是有个人出血 但是你考虑 没有出血 一直没有 好像病情越来越重 那这个 这时候呢 就是这个医生 就让病人再继续转院 人家再继续治血 就治不了了 结果在这个途中 在120的途中 就死在120车上了 在120车上了 人家就拉回来了 拉回来了 当然肯定不可能 就直接进太平间了 但他在120车上 他都变了一次 就是黑变 量还比较大 那又考虑什么 内出血了 那种那个血压下降 和心率增快 那是因为内出血了 对吧 是因为内出血了 它出现的这种情况 而不是心衰的情况 对吧 所以那时候就是 可能就是因为 它内原性的出血吧 所以 因为它可能在肚子里 还得有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看 肠乳增快 所以它把那点 原来的食物残渣 给顶出来了 所以它出来 大便开始 大便是黄色的 软便 所以它没有血 但后面 它这就是肠乳增快 出血多了 花花的出来了 这时候血压下来 羞困也没有得到纠正 而且你还用了 这么大的力尿剂 力尿剂 还夸夸夸 还往下掉 肯定休克 就是休克再次难免 就多当其帅姐 就死亡了 死亡了 所以这个内 内原性丢失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是看不到 摸不到的 对吧 你看不到 摸不到 而外原性的 我能看到你尿量 呱呱呱呱 出了3000毫种尿 我能够看得到 看到你腹 腹腹腹 我能看到 这个我给你补 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内原性的很重要 很重要 往往也是被我们忽视的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需要我们重视 这个要知道